在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林哲宏 产业发展局副局长吴新沛 文化局副局长陈玉新 与日韩等产业组织代表共同启动下 台北创新创业总会正式开幕 这项活动汇集了20加以上的各国独角兽 创投还有日韩产业组织代表出席响应 这也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推出新创三次建的目标 希望打造台北市成为创业家友善城市 让各国新创都能在台北市找到机会 市长上任以来对这个新创产业非常重视 所以他提出了新创三建的一个策略出来 第一他譬如说从这个资金人才 市场这三方面蛮多的一个策略 譬如说我们扩大奖励的补助 让这企业能够进到这边来 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我们也成立说创业家的副照 让鼓励这些创业家能够来台北这样子 第三个部分我们也跟解面市 跟友好城市 所谓新创的城市伙伴 内容这样的概念 包括今天的活动 整个国际的活动等等 目的性就是希望说把台北市 形塑一个所谓的新创的一个友好城市 让创业家能够在台北市来投资 台北市充满一个活力跟创业的城市 希望说我们每个创业家 能够这边找到他的机会 来发展这样新创产业 出席的日韩产业组织代表也期望 未来彼此间能深化合作 共同创造未来 韩国和台北市 现场也邀请来自印尼及美国等多国 民生消费领域的科技独角兽来台 透过论坛模式分享他们的独到市场见解 及创业投资的成功经验 为台北新创生态注入性的动力与灵感 协助推动台北市产业升级 也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